另外除了下大雨之外 金门的上翼机场还起了大浓雾 昨天因此关闭 近千名旅客也又被迫滞留了 直到今天上午天气稍微好转 机场重新开放 大批的旅客又涌了进来 原本以为可以顺利搭上飞机 没有想到却又遇上了强烈侧风 飞机没有办法降落 有些旅客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 气急败坏 甚至有人对着航空柜台人员大声的怒骂 没有飞机来让你们上去 因为11点那里应该有飞机进来 11点为什么没有飞机来呢 是你们的问题嘛 旅客几抱机场柜台等了一天一夜 已经按耐不住火气拍多大骂 你这个讲话很不负责任 你在讲这 你这样不对 还要排那么久 讲什么会话 为什么我们要排那么久 1921 13号金门大雾影响上一机场班机起降 滞留了将近一千名旅客 好不容易误散了 却又因为侧风太大 大型飞机无法降落 班机只好又取消 但其实为了舒缓旅客 14号上午已经伤请空军派出两架军机帮忙载运旅客回台湾 预计至少能够输应400名旅客 不过是以12岁到14岁的金门级民众为优先 也让不少苦等不到飞机的民众觉得不公平 不行啊 都没办法 我们先还在等啊 还在等啊 他们是说有军机的军机吗 军机上怎么就是金门级的可以走啊 搭不上军机的旅客只好继续苦等加班机 大户散开了却又遇上大风来捣蛋 不但打乱旅客行程 更让金门上一几场跪台乱成一团 明星文 翁潮林 金门报导